爱尔登法环黄金术游影老将盖乌斯Boss 卑鄙外乡人法师的陶克打法分享 这只Boss的位置在游影城后门赤福 以下是我当时角色和装备的详情 能力直至力99集中力35生命力36耐力和灵巧15 DLC加持游影术必又加8 武器鲁瑟特的灰石杖加持 不服魔法师球魔法师块魔力堆卸拉达钢的肖像 灵药蓝蜜蜜路底和带魔力破路底 鼓灰大盾士兵加旧 在进入迷雾前先释放两个Buff 黄金术力4和下玻璃力的时候 进入后走前几步再召唤大盾士兵 如果原地直接召唤会召唤不到 可能是太早执行的关系 召唤后立即翻滚到旁边躲开野猪骑士的攻击 由于这只Boss一开始就非常急速的冲过来 我们慢一点点就会被撞死了 看到对方攻击士兵后先放个魔法之境 然后不断使用古老死亡冤魂 当三猪骑士的血量剩一半时 和下玻璃要再继续放肠 成功打败老将该务师将可获得23万儒恩 和三猪骑士的追忆 欢迎大家一起来成为 卑鄙的外乡人